今天這支影片呢我們就來講武器達人賈克斯 那這裡的話我們先把賈克斯的被動跟大家帶過去一下 他在購組牌組的時候呢可以把任何的武器都加進這個 賈克斯的牌組裡面 就這樣非常簡單 那這邊大家先認識一下這個詞 鑄鏈 這個鑄鏈的話 其實比較常看到 就是2的牌組裡面可能會比較看到鑄鏈 所以賈克斯因為賈克斯很多 武器嘛所以 賈克斯配上這個2其實也是一套 蠻好可能是蠻配的一個組合啊 因為武器嘛武器就是要鑄鏈啊對不對 好不好 那這邊一樣是賦予一個友軍加1加1 那如果說這個友軍呢他已經有這個裝備道具的話 那這個加1加1的這個 特性 這個應該是不是特性 就是加1加1的這個增益效果的話就會 賦予在這個道具身上 就變成說這個可能這個道具就變成加 加1加1這樣子 就是加1加1加1的這個增益效果 賦予在這個 道具上面的話 是非常 就是他後期 後期的話 疊加起來 應該也是蠻可怕的 因為他那個道具 一口去加上去 非常可怕 好那這邊 應變呢 那這邊全新 他也是全新的用語啊 所以 這邊大家也是稍微認識一下 應變就是說 有兩個裝備 你就二選一 選其中一個裝備 那這個裝備呢 就會賦予在這個牌身上 那如果說這個 牌他是從 他不是從這個手牌 打出來的話 那就隨機 一個裝備 他就會放在這個角色身上 就這樣 大概是這樣 如果說大家想要看一下現在的裝備有哪一些的話 這邊 稍微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就是大家可以點這個 這邊 卡牌 卡牌種類 這邊有一個 裝備 點下去 這邊是我目前有的 如果說你們都還沒有裝備的話 你們就點這邊 未集齊 這邊有一些很多 這邊還蠻多武器的 這樣加起來應該有十幾個吧 好 那這裡 有一個加3加3 我們來 舉剛剛的例子 剛剛不是說鑄鏈嗎 鑄鏈 那鑄鏈的話 加1加1 就會放在這個 這個 裝備身上 加1加1 那如果說你帶了非常多鑄鏈的 角色 他的 技能 就會加1加1 一直疊上去 疊上去 那這邊可能就加加 不知道加多少 非常多 非常厲害 這邊給大家看一下鑄鏈 其實鑄鏈的這個送單位 其實還蠻多的 還蠻多的 這邊 怎麼沒有辦法打出來 好這邊 不好意思 好這邊鑄鏈 英雄 我目前擁有的 英雄大概主要就是 賈克斯他有 鵝爾他也有 那賈克斯他是 他是他的技能有 這邊我們等一下再講 那這邊未集齊的 其實這邊還蠻多鑄鏈 這邊有一個地標 鵝爾的地標 是侍從單位這邊 這邊就1234 4張 法術牌這邊又一張 鑄鏈如果說你 這些都有帶 然後再加上幾個固定的這個 道具的話 那個道具可能加起來 其實他的 能力值會非常高 這邊簡單帶過一下 好那這裡 我們先 因為我們今天主要 講的是 賈克斯 那 那我個人是 想先用一下 應該說 賈克斯 如果配上 蓋影 今天我選擇是這兩張牌 好不好 賈克斯跟蓋影 今天賈克斯跟蓋影他們能組的組合 組合大概 應該說能排 應該 說 能夠組起來的牌組 有這一些 這麼多 其實也沒有說多不多 也沒有很多 好不好 武器 這邊 ok 這邊的 使用單位稍微的給大家 看過看一下 今天來講一下賈克斯 這邊前面的被動我們提到過 就是說他的這個 購組牌組的時候可以將任何的武器放進去裡面 那這是他被動 那他的裝備呢 自動裝備就是這個 伊卡西亞之光 他的他有這個 快速攻擊的特性 那在賈克斯他升級之後呢 這個裝備 他會有這個蠻力的特性 這邊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就好 那至於說怎麼升級 那這邊很簡單 就是說以裝備的友軍打擊了這15點以上的傷害 那這邊的打擊也是包括賈克斯 賈克斯進攻 打擊的時候 也是可以去疊加這個升級條件 好 就這樣 那升級後的賈克斯呢 他的除了這個 剛剛提到過的這個裝備 他是有這個蠻力特性之外呢 他在攻擊的時候 他的 只要 我方的應該說我們的友軍 已經有裝備了這個 已經有裝備了 他就賦予這張牌 這張賈克斯 加1加1 假設我們場上 場上的6個單位 包含賈克斯6個單位 都已經 裝 都已經有裝備的話 那這張賈克斯 他在進攻的時候他是加6 加6 加6加6 應該啦 我沒有講錯的話應該是這樣 加6加6 除非他不包含賈克斯 好不好 但我覺得他應該是有包含賈克斯 好不好 他這裡是一個 賈克斯的 法術牌 他是 直線 他只是 他這張牌只有給賈克斯 大家看清楚 只有給賈克斯 然後只有線本回合 那他給他一個光盾 並且 鑄裂 鑄裂就是說 給這個賈克斯的這個道具一個加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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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只有線本回合 好不好 這邊大家看清楚 那這邊的試用單位呢 一樣就是這個應變 剛剛提到過了 應變 二選一 好不好 二選一 但他有閃靈特性 然後他不能抵擋 他只能進攻 所以這個之後進攻的時候才可以用 不要亂放 好不好 雖然他只有一點魔號 但是他沒辦法去做抵擋好不好 那這邊有一個惡點魔號的 他是一樣是應變 他召喚的時候可以二選一裝備 就這樣 然後這邊有一個武器大師 這也是武器大師的這個 牌組 應該說 類型了 好不好 他出牌的時候可以選擇一個友軍 進行打造 他這邊的打造應該就是反正就是 選擇裝備 一樣二選一 二選一 他會選裝備 那如果說假如場上沒有這個 沒有角色的話 他這個 武器 這個裝備就會放在這個流浪木人身上 就這樣 那再來就是這個 這張三點魔號的 是四重單位 他有這個調節的特性 那如果在召喚這張牌的時候 他一樣是二選一 選裝備 那最重要的 我覺得這張蠻重要的 這個大家可以 帶好帶滿就帶三張好不好 因為他在 進行 就是召喚這張牌的時候 應變 二選一 應變二選一 而且呢 而且 他的他選擇的裝備呢 可以 助練 助練就是他的這個裝備可以加一加一 非常好用 這個這張牌 在這個配上蓋影的情況下 這個助練就唯一只有這一張好不好 只有這一張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多少帶一下 因為 這個組合其實你會 到後面會帶蠻多的這個裝備在 然後在這邊再來就是講這個接招 接招 這是法術牌 那是這個也是一樣 本回合直線本回合 他是給予一個 友軍 你可以選擇要讓這友軍單位加一加一 我覺得這個基本上就是寶牌啦 寶牌使用 就是 加一加一 生命一加一 攻擊一加一 或者是說 給他的這個 裝備 就是裝備這個 手牌 就是可能你現在沒辦法 一時沒辦法 出這個 裝備的時候你就用這張牌 直接 急速 急速裝備這個 急速去裝備友軍這樣子 2點 他只有2點以下的裝備 只能裝2點 魔號2點 以下的裝備 好不好 包含2點 那 剛剛如果說應該說剛剛的這個 武器 可能如果大家有注意到的話應該是會發現 也是有3點以上的武器 3點以上的武器 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 3點以上的裝備 這邊4點 你看有沒有看到 4點 非常多 所以剛剛的那個法術牌只能適用於 只能適用這些啦 1點1點 2點2點 1點2點 這些 1點1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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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5點的裝備 這個都沒 5點以上的都不行 5點4點不行 3點也不行 好不好 就這樣 非常簡單 好懂 好不好 各位 這邊 這邊 我們接著來講 這個 有福同向 有福同向 就是說 反正就是 把別人的這個 已裝備 已經裝備的這個 武器 然後裝備到另外一隻 有軍單位身上 就這樣而已 非常簡單 非常好懂 然後這個 迷人誘餌 迷人誘餌 就是反正就給了一個挑戰者 然後並且 如果已經有裝備 如果這個單位 已經裝備的話 就抽一張牌 就這樣 好這個就是 氣質一張牌 然後他可以抽兩張牌 然後而且又 如果是氣質的 是裝備的話 他可以召喚這個 很好懂吧 很好懂 OK 好 那以上呢 就是賈克斯的這個 技能介紹 還有他的侍從單位 那如果我有講錯的地方的話 就歡迎大家 在下方留言 就是跟我講一下這樣子 好不好 那或者是說 有什麼不一樣的打法 歡迎也是在下方留言 跟我講 好不好 謝謝大家觀看 拜拜